大家好 近年來都市人越來越著重身心健康 而單車正好結合了運動和休閒的元素 是一個適合一家大小參與的活動 隨著連接屯門至馬鞍山 長達60公里的新單車徑正式開放 新駕北總區交通部特意拍攝了一輯 名為安心漫遊單車徑的單車安全宣傳短片 短片入面會介紹新單車徑沿途休美的景色 及打卡的位置 亦都會講講潛藏在單車徑中容易引起交通意外的地點 同時提供一些單車安全的小貼士給踩單車的人士 希望能夠提升大家對單車安全的重視減少意外的發生 一起小心、專心和開心地漫遊單車徑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可蘭 今天見到一身運動的裝束 還要推著的單車 沒錯 我就準備和大家一起單車遊 話說香港最近剛剛多了一條超級單車徑 它一共長達60公里 而且一路可以由屯門踩到馬鞍山 我今天決定要新鮮時速 帶大家一起去探索這條路 發掘一下沿途究竟有甚麼有趣好玩的東西 以及要注意的地方 事不宜遲我準備出發了 位於兆康站附近的單車回合處 除了有洗手間方便大家更衣準備之外 還有一個圓形的單車公園 可以讓大家出發前熱身之用 一旦出發前 有朋友覺得不舒服 還可以在開放時間內 來到這裏 找醫療輔助隊同事進行急救 出車前 記得要試清楚 煞車和響鈴是否正常 座位要調校到合適高度 檢查一下胎氣是否充足 最重要是要戴好頭盔 因為很多單車以外 都是踩單車時失平衡所致 尤其是下車時 所以戴上頭盔便可以大大減少 我們受傷的程度 準備好便出發了 看見騎車人士在此下車的牌 記得要下車推車 因為在屯門元朗一帶 都有很多輕鐵和行人的交會處 但只要下車推車 跟著交通的指示便可以很安全 很小心地經過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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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踩单车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除了三五之计做运动之余 还可以呼吸清新空气 和欣赏周边这么漂亮的风景 但记住 如果道路上有单车径 那就一定要使用单车径 又再见到这个骑单车者到此下车的指示牌 一定是示意我们要注意附近的交通环境 原来这里真的有很多大车在这个路口出入 而这些U型哲栏 就更加为了提醒踩单车人士 要记得下车推车和保护骑车人士而设 所以见到这些指示牌 就要记得依照提示 下车推单车横过马路 就可以继续安全出发 下车推车 踩了这么久 终于都来到将近路程的一半 到达湘鱼河了 踩到贵贵地 当然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补充一下体力才行 这里就适合踩单车人士作为中途站了 可以坐下休息一下 还可以吃到这里自家制的豆腐花天 真是风味十足的 吃完豆花看牛牛 充完电又继续出发了 总要的士果然是要说三次的 见到这个骑单车者在此下车的路牌 即是示意骑单车的人就要下车推车了 因为这里是一个村民的路口 很多人车出入 某车推车这样经过就最安全了 你过来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今天准备和你来做什么 不知道 在法例上两轮车和三轮车都不能载人的 但是妈妈今天准备和你过来单车游 所以我就要租这一架的多轮车 多轮车是什么 多轮车即是有四个车的车 但原来多轮车一定不是道道的单车徑 都可以踩的 你就要留意着有一个交通的标志 在多轮车的交通标志路段里面才可以踩的 好 那我们现在出发了 快出去了 咦 今次见到这个指示牌 虽然和之前见到的有点不同 但它的意思都是只要下车推车的意思 我们都要乖乖地遵守 因为这段路比较赤 而车又不是单车徑 所以下车推单车是必需要的 在这段单车路 除了可以亲自下车之外 还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景色 玩到肚饿了 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菜系 餐厅可以医肚 在大美督主坝顶 设有医疗辅助队救伤站 而在附近的单车徑 亦都有香港姓若翰救伤队的单车急救队 所以大家一旦遇到轻微的意外 就可以来这里找他们寻求协助 有时候在单车徑上 少不免会遇到一些 身穿着我这种打扮 踩着公路车的单车车手 但就算他们踩得多快 只要我们很安全地靠着左边走 那就可以了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交通安全知识 那我又要继续安全地练车了 完成了我这个超级单车徑之旅 好了我出发了拜拜 过往有不少的单车交通意外 都是失平衡所致 所以踩单车前 大家要备戴好个人防护装备 特别是单车头盔 另外当设有单车徑的路段 就必须要使用 如果要横过马路或者轻铁路轨 更必须要下车退单车 踩单车人士在享受踩单车乐趣的同时 更必须要遵守交通灯号和交通标志 当使到单车徑和路口的交界位 就一定要停车、下车、退单车 如果在黑夜或能见度低的环境 就必须要亮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 如果大家都能够做到以上角点 就可以小心、专心和开心地享受单车乐